很多老年人气血虚弱,容易便秘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调理气血虚的便秘食疗方 芝麻10克,松子10克,桃仁10克,甜杏仁10克,核桃10克 将黑芝麻,松子仁,核桃仁,桃仁,甜杏仁混合碾碎 与淘洗干净的井米一同放入锅,加水2000毫升 用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熬煮成锡粥,可以调入适量白糖 五日粥中,核桃具有补肾、温肺、纳气定传、润肠通便的功效 再加上芝麻、松子仁、葵花子儿、甜杏仁等种子类药材的润肠通便作用 所以,本方具有滋养、肝肾、润躁、滑肠的作用 适用于中老年气血亏需引起的习惯性便秘 中老年气血亏需引起的习惯性便秘 孕妇产后血需便秘等 那这是便秘患者的补肾方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